打畫面 好 那也是蠻緊看一下我們本局的落點啊 在森樓谷也是意外的成了很多戰隊的一個首選的落點 那畫面就是給到了費瑤 這邊費瑤已經拿到了一個人頭哦 這個劍氣好痛呀 這個話也是只剩下了一名選手 晚分是被收下了 那17啊又拿到三分 嗯 對 費瑤現在其實很多人跳都是因為這邊 箱子對撞破有錢吧 這樣第一波就可以多點早點空服 對打架也有幫助 對 撞箱子確實給人一種特別舒服的感覺 對吧 撞出錢的感覺 好 打WL的話 那除了錢以外 有一說一還是挺窮的 就是經常有錢但是沒有槍 對的 而且戰力力的話也不錯 費瑤是比較跟天神 如果天神的話人比較多 費瑤出來之後可以第二時間吹架嘛 哦呦 GPL 剛切過來已經倒兩個兄弟了 VM 以敵桑 沒了 這邊是輸給了四號 龍帶這邊裝備還是非常好的 他們是一個子甲兩個籃甲 而且武器也都是藍色的 嗯 對的 那也是憑藉了非常不錯的一個裝備啊 其實沒什麼比較奧義 要注意一下四號戰隊的話 他們是有一個七三海的 所以他們等會面對了一個雙面體系的時候 能夠有個非常不錯的爆發 嗯 而且小焦其實上一場比賽也是拿到了不少淘汰分的 哦 一個重劍器 哦 直接被帶走 這把的話爆打初期就比較的順坦了 是平穩的 像三個擊敗分 然後位置的話是在比較 靠外側的地區 三龍谷上面的野靈溝 對的 比較靠外側的地區 野靈溝這邊就算不刷金區 但是他還會固定有一個金堆再加一個綠堆 其實還是挺肥的 基本上如果有在森樓谷打完架沒有打贏的 出來到野靈溝再發育一波還可以回去全 嗯 沒錯啊 就是心大的可以像畫面當中的一個隊伍啊 來森樓谷打一個混戰 但是有時候嘛 不知道天上的天上的地上的玫瑰 但是LN這個地方的情況 遭遇到了我們的Spice 哦 只剩胡桃一個人了 雖然說是個子匕首 但是一個生龍打過來只有撕血 應該是跑不掉了 命都沒了 給他個金匕首也無力回天啊 Spice的話又是在開局拿下三分 又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開場 嗯 值得 Spice這邊也是要載個特末 吳辰跟霓虹夜 沒有帶一個扇 嗯 他們的一個陣容還比較奇特啊 他們陣容的話 吳辰加上霓虹夜帶了一個特末 那應該是要去著重爭奪 今天場上的前兩波 青龍隊的巨峰克 有特末的話 確實拿巨峰克是有技能優勢的 對的 暴打桶野靈溝這邊過來 森樓谷想來拿一拿淘汰分數啊 看到霓虹夜了 哦 勾住 看能不能 哦 看我選破 呃 連得很帥 對方的話也是落地的一個連接 對方B4X被打成殘血 但是有個大招 但是看一下雙方是個3V3啊 雙面體系的話 3V3是有優勢 附近的話暫時會去三方 是的 而且弱竹這邊也是開啟了一個全軍秘衣 B4X這邊可能覺得不著急 先幫隊友勾人 看看奈溫還是被帶走了奈溫 先行打掉一個 B4X的話有機會先可以吃下花 回避一下狀台 但是的話看看人家很有自信 不吃直接上 因為現在大招還有腳 留住對方的布丁 剩下的話是讓弱竹小明2V1名選手 哦 磐石 哦 匕首有一手一直認難打 扩刀打匕首 嗯 扩刀的話就是挺被動的 挺被動的 那最後的話只剩1名選手了 不出意外啊 應該爆打能夠平穩拿下 好 那B4X也看龍捲破 欸 玩得很秀啊 B4X這波 對 他的看龍捲破 玩得很秀啊 捲了好幾個 估計對面都覺得 哦 煩死了這匕首 對的 再看一下Spice啊 哎呦 Spice又拿分了 這邊的話 當時倒了一個西域 有點小心 嗯 他們來到了野靈溝這邊 對 剛才被爆打消滅的九號戰隊的話 也是魂種在這邊跑活 看到了這邊的爭鬥 西域應該是快被拉起來了 但是 這邊的話選擇先輸出對方金剛膜 被禁了技能好像是 還沒大 哦 一個跳A直接帶走了 Spice這邊收掉了六個人頭 對的 那 爆打好像也 也是六個 目前的話我們這邊技能給過來的話 Spice和爆打才幾個還 主要是Spice上一把也是拿到不同的分的嘛 上把分數也挺好 哦 一個劍刀 哎呦 打回AO是不是敗者主啊 沒記錯的話 哦 好像是的 他們三個人全員返魂 從野靈溝反的 我記得好像是 還要不是世人村還是哪裡 哦 廢搖吧 嗯 反正是被爆打破壞掉的 哦 爆打這邊 弱兔也已經有奧義了 目前是 肯定是不怕架打的 但是 對方 發到力譜 直接開啟了個失聯無名 這個時候三個人都要躲 哎呦 小明被黏住了 可能會被一笑 吼雷上還挺 我主要那邊是吼雷嗓子 第一時間我看到 弱竹的血量變成三格子 這邊才開大招了 哦 OK 而且的話小明上有一個 石頭狀 那YTG的話那邊是帶一個 V的無城 容錯很高 嗯 這個固陣開的 實際非常好啊 不然的話小明 當時已經破甲的狀態 可能會被對方秒掉的 對 但是現在畢竟那個 弱竹是開完大招了 所以說後面的話 大家稍微謹慎一點 特別是碰到戀魂夜 但底下的話我們看到 是我們的藍們跟YTG打起來了 主王不被捅著 主王不被捅著 主王不被捅著的話被打飛 一起去 兩一箭巨器 給隊友回家狀態 對的 哦 對面直接開了一個符 嗯 對 DC開完之後 YTG沒有停下來 直接了進攻 對吧 你開完DC一個兄弟 我站高點 你還拉不了人 是的 LM這邊雖然開了一個符 但是目前已經倒了兩名選手了 就剩一個胡桃啦 純子的話也是在邊上去封射 胡桃的話那邊三有三 但幸好是個胡桃 就是如果要能拉的話 也就胡桃能做到了 如果不是胡桃的話 這功能拉到 對 393 目前是在中間 其實有點難拉 因為上面YZG看著 配背後還有暴打看著 基本上在中間 如果在那手拉的話 很容易被 哦 抓了幾身 另外一個隊伍 MZ過來了 那等於是YTG Spice 還有下面暴打在陽谷啊 基本上利用藍們 對吧 無限刷分 剛說的話 第七時間也是快要撐不住了 就20秒 嗯 是的 目前傑達 真的有點拉不起來吧 你看 放了個閃 歸避下遠程 然後硬拉 好像也是拉不動啊 今天對方 騎射傷害非常的高 來了 這段話最終三秒鐘 直接上 壓起身 這一分我 沒拿到 這段話是由傑達 帥先開過大招 對方是由胡桃三有三 開羅波那個 技能 回落血量 嗯 但是問題也不大 因為Spice過來也是拿到了一個淘汰分嘛 把你奧義逼出來 我也可以在這稍微拉扯一波 等你奧義結束了之後再 嗯 對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的話 對方還是一個殘編 肯定是沒辦法跟身邊的幾個滿邊去互戰的 難本就別跑得了 對的 而且目前附近 聖洛虎這邊附近是有三四隊友 都在這關戰 暴打的話也是被暗喻往前面去逼啊 這邊發現了對方的一個三有三 但是的話Spice是個滿邊啊 暴打如果Spice打起的話 其實有風險 而且的話現在也是 反魂的次數開始消失了 小明被黏住了 這個時候沒有隊友幫忙 幫忙抓的幫忙勾的話 抓不到吧BsGuy 但是只能說不幸中的萬星 是小明跟弱竹先死了 那BsGuy現在再死的話 好像是沒有法王次數了 有有有有 馬上死就有 馬上死就有 馬上有 趕緊反 如果手慢了就沒了 就故意賣的 故意賣的 手慢了就沒了 對 其實沒有必要啊 就是已經到了二十來分鐘了 不該打架了 留言上應該是到二十分 二十一分半啊 就要去執戰 去等待一下第一波季風的位置 然後再做下一波的部署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拿到六個淘汰分 因為上一把 確實是沒什麼分數嘛 這一把在返魂之前 拿到六個淘汰分 如果能開一波架 拿到一兩個淘汰 那就是賺的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上榜沒有打好 有點著急 比較著急 有點著急了 理性點的話 其實那個時候不打架 肯定是最為穩妥的嘛 那麥斯這邊更勇 更勇 沒有胡桃 我在暗語裡打 我不怕 他們無所謂的啊 他們其實一時腳已經邁進了一個畢業線了 所以說就隨便玩 是的 而且這把他們也拿到了十個淘汰分 基本上算是很高了 只要進個決賽卻係係數一拿到 打完兩把 最後一把第三把就搞耍就完事兒 對的 就是兩隊心態來說的話 Spice可能心態比較平穩 面前的話是在一個安全區裡面 看到了十二號大陸 看到了 是的 還是非常的穩健啊 但是愛要怎麼說出口 怎麼會讓你走呢 他什麼想追 哎呦這的話是由Spice看到B 但是飛不遠 直接用遠程弓箭去抽 但是的話也是拉開了距離 愛要怎麼說出口 在唱著 還在追還在追 你追 我我我你跑我追 大家看一下場上那個聚分客的位置啊 對吧 你別追著追著碰到個七龍之力 你就很尷尬了 而且的話注意到百連動右下角有一個 最遠的七龍之力的聚分客 還是沒人拿呢 沒有人拿 沒有人拿 沒有人部署啊 那暴打的話好像是在暗域裡面直接返魂 這暗域的話實在不太高 選擇一個比較安全的方式 但是畢竟是一個左上角的牆邊啊 人是比較多的 十二號怎麼還在追啊 Spice這邊是逃到了一個聖人村的南面 天人城目前也有三隻隊伍啊 對 十七來了 十七這邊開了一個吃力無名 暈住了嗎 暈了一個 用了一個 對方的話就有一個開大的夜山 歸避掉了 對的 開了一個夜山歸避掉了 這邊有七龍之力 給了兩個百列斬 直接平安黏住 對的 非常朴實的三段 雙方是不是贏一一啊 然後是2v2 2v2 哎呦 這路號是9號大陸的新老名選手 然後布丁再次被我們的莉莉給滅掉 那十七劍又是拿下的 十七劍又是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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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有一點齊啊 其實二十一分半就不該打了 那波架 能夠避開就好 對吧 完全可以不用管 而且我們看到這場比賽的話 我們的二號組別 其實面對第一波聚分客的搶奪 不是很激烈 他們如果二十一分半走掉 然後找到個比較偏忍的聚分客拿到 那幾個就不會悶起來了 就能夠見個決賽拳就非常的穩妥 來再把畫面給到我們本局發揮比較好的 Spice 應該是戰神了吧 Spice 拿到十個淘汰分 嗯 嗯 咪天是戰神 六個七百分啊 場上的話他最高 金色的雙人棍啊 雙人棍的話 現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等於是三把主力武器 一個一個長劍 應該四把一個長劍 一個擴刀 一個雙人棍 再來個長槍 泰刀的話其實 你把所有武器說了都算了 真的是 哦還有個泰刀跟匕首 啊匕首再算一個 其實泰刀啊 雖然我們很愛用也很帥 但是泰刀其實比起別的武器來說的話 越威啊 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如果回去的話 嗯 泰刀的話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打一個急火吧 因為他不會把人推遠嘛 如果隊友戳了一個龍王破 對吧 你可以泰刀去補一下傷害 嗯 但是這個東西都不太重要 還是得看一人而異 有些人就是覺得隊友比較帥 我也看他玩得比較好 那肯定是挑選自己熟練組比較高的 主要是泰刀這次出了一個紅皮嘛 嗯 好看 帶尾巴的 帶尾巴的 每賣出一個 每開出一個泰刀紅皮 就有一個胡桃 失去自己的尾巴 哈哈哈哈 好畫面是給到了我們的一個黃標的 應該是插隊技 插隊的話 目前是來到了墨桂院附近啊 也是我們的百聯洞的右上方的一個位置 前方的話 是我們乾淨到圈內的一個spice 然後另外兩個在圈內的話 是我們的wan 跟我們的pqw 那7的話就在一個圈外了 好 那把畫面給到一個圈外啊 盛村方向的ydg 那yz技的話這個節奏其實也很舒服 他們是在一個圈邊 不是說要暴打嗎 他們肯定不是最快能夠進圈的 防止在進入過程中發生點意外 他們就選擇最慢進 對吧 做不到最快就選擇最慢 兩個角度都是最為安全的 是的 目前可以看到 yz技這邊也是拿到了 三四個淘汰分 嗯 那天神的話是有elephant 跟我們的12號的隊伍啊 有一個糾纏 這波應該不敢打吧 你是個雙辩 要打的話 耗很久時間 身後就有個ydg 對吧 而且其實天安城對於雙邊來說 也不太舒服 天還很難抓到的 關鍵是對方elephant也懵了 什麼意思 你真想打嗎 哇 他們感覺自己分數有點少 想拿分 但是elephant何許人也 這的話 胡桃應該是我們 另一眼下來 一個白零也沒打到 BG轉身 開啟了個瘋之牢籠 呃想反開了 反開了哈 這邊是率先吉奧雷波奧義啊 來自於剛才的一個elephant戰隊 但是開完殺爆之後 易陽也是被敵人發現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互相挪挪揚揚 還是走了 進圈了 這個隊伍的風格真的有點點 讓人捉摸不透有一種眼 主要是有點 還是要打 還是要打 很火爆 知道吧 我看到了我就要上 兩個昆仑爵 這個時候直接開啟了個赤裂護鳴 但是 天海大士學習很殘 目前在暗獄裡面呀 這個時候肯定要開足自己金剛骨魔吧 呃 是對方12號開了紀念地 那elephant完了呀 最多被別人給拿捏了 真的被拿捏了嗎 昆仑爵還有兩個一個擺裂 被死血 直接被收 哇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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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phant其實他那個走位 看得出來 他是不想打的 但是對方就是 把他套路出牌硬要給你打 Elephant 其實Elephant剛剛迎面很大的 因為他開吃戀物名的時候 當時天海大士只有半血 也是沒有假的狀態 對面也有一個破假的選手 嗯 但是主要是可能 隊友沒有勾住 也沒有留下人 如果留住的話 估計這把Elephant也能拿到討論分 嗯 還有原因就是Elephant 他先交了一個通過的大招 對方本來也是還好的 嗯 困了一個胡桃 胡桃切了個線 庇護出來了 對 看一下這邊的Spice啊 利用一個殺暴 直接搶進去分割 我們知道過 他第三號人物 沒有上一個月牆 或者沒想平衡的話 原因就是因為 特末啊 是比較擅長去搶進去分割的 對吧 他一開大招 直接可以拿下 嗯 是的 這邊已經拿到了青龍之力 看看 非常著急啊 找人開了啊 我這邊 笛笛移動了 對 笛笛移動 哎 剛才我沒看英雄17 JR還是個V2嘛 剛才沒看英雄17 現在把畫面給到我們的Spice 明天 哦 龍虎亂無 是滿的龍虎弓 VV的一個無城 對方的話也是一個選手被空中勾到 兩人集火虛出 一絲血 再打過去 七龍之力 直接電 哦 限陣頂完之後被踹了一招 OE也開不出來 沒辦法 因為我拿分了啊 Spice的話也是拿得很開心 但是後面的話我們看一下狼們也在外圍 那WN的話可能是不會走的 小小就會弄 欸17 兩個青龍之力啊 我看一下17的7N 17的7N還是帶個V2 對 Spice這邊也是拿到了11個淘汰分 目前不是很著急了 欸大家這麼和諧嗎 兩人集到的話就 就不打啊 就不打 不然是和諧了 沒有必要 單的話17這邊是運到了一個硬炒子 男粉的話是開了出路面 呃 有被暈嗎 應該是沒有被暈到 這邊快集火 對方是開了個電線地 直接去跟你去硬撈 這個位置拉不開身啊 雖然我有青龍之力 這個是一個 霧魔陣 而且是在一個隱藏洞鋪裡面 好 傳送 但是的話最後也是憑藉青龍之力 一個高回復跟 高減傷啊 直接將對方給帶走 對的 主要是在這個洞裡 然後對面又有青龍之力 把我堆在強角 我根本沒有反手的余地啊 嗯 這邊是給了個俯視角 我看應該是一個那個 藏洞吧 就一個狗狗在門口 剛剛我還看到了破魔陣的影子 一瞬間是有很多的信息 映入到燕蓮 GPL這把也是拿到了3個淘汰分 嗯 這邊的話也是非常平穩啊 非常的穩定 那前方的話是4號隊伍 4號隊伍的話 其實今天的一個表現也是非常不錯的啊 因為他們是場上唯一一個玩其他海的 小焦 哦 老袋 這邊的話也是帶的是霓虹夜 加上一個無城 加上一個特末啊 也是一個專攻一個 聚風客的一個陣容 哦 老袋這邊看到了 spice 哦 這邊是誰 誰做了工程爐 沒看清 嗯 是另外一個工程爐 然後它是騎到左邊一個 那前方的話GPL有個洞的啊 不行的話也可以進洞 哦 YZG是YZG 來 中門對局啊 中門對局 我已經做好架式了 但是畫面這邊是給到了 老袋跟前方QEG的一個爭鬥啊 下車了 YZG這邊被燒到了啊 下去了下去了 那附近其實沒有其他隊伍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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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著急 哎12號來了 他們對的話還是帶一個安全區的外側 哦 GPL這邊放了個氣眼 對 看來要搞事情了 這個V2 V1的一個氣眼的時間很久 所以說你可以先放著 後面再慢慢佈局 所以說大家也是知道啊 這個英雄會比較強勁 哎這個弩炮車是可以堵門的嗎 好像是可以堵的啊 誰過來我就射誰呗 嗯也可以也可以 那目前的話這位置很安全啊 GPL的話平均這個位置也是平穩 能夠互渡到下個圈型 但這個圈是刷走了 是的 刷到了三號礦場 而且目前看來三號礦場也就只有PQW 對呀 對的 那畫面左邊的話是把畫面給到了 YZG跟另外一個綠原色的12號 這樣對點個爭鬥 那身邊的話 GPL應該是可以老遠聽到一些些 吵鬧聲的啊 可以過來看一下 天滾滾 這邊的話也是在用一個火炮輸出對方成員 QGG 每次遇到這種礦洞 或者是百零龍這種地形 就會分為三層 上中下 對的 上中下 然後如果實在圈的話 會分每層都會有很多隊伍 那老代那邊還是出來了 因為這個圈運確實對自己不太理想 刷了個最遠拳 自己要先動 你不先動的話 等會被暗語逼著走 也挺被動的 是的 而且目前看來其實YZG這邊裝備也一般般啊 三個籃架 然後都基本上都是籃武器 剛剛跟他們打架的那個隊伍應該走掉了 沒有必要 已經九分鐘了吧 好不容易挺了十多分鐘 到了決賽圈 上來跟別拼掉了 肯定是一個不划算的 除非你有把握 嗯 是的 敲擊敲擊敲擊的話 其實也是有一段時間 沒有看他們那個生命了 看來他們中級這個打法還是比較的 避障為主的 嗯 目前看來平均每個隊伍 基本上拿到淘汰分 都是四到五個 只有Spies可能會 淘汰分數比較高一點 嗯 今天兩 今天這幾張比他看過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聶紅葉無成加上一個特末 會更好點啊 因為 月山那一下雖然能夠稍微 counter一下聶紅葉 但是 好像跟無成有點不太搭啊 畢竟帶不走的時候 你帶不走的話 就容易出現一些脫節 或什麼情況發生 但特末的話 又能夠去更好地搶奪一個聚分客 對吧 聚分客的話 目前這版本是非常強勁的 還有我們先路跑 前方的話是Spice跟我們的12號 開機的話 過來用遠程 可以規避一下對方的一個摸去分客的舉動 這邊地形也是比較空曠 稍微有幾個房子 可以規避一下遠程武器的傷害啊 但是往右走 就會遇到最開始三號 三號礦場的原住民PQW 嗯 PQW的話等於是在一個峽谷的對岸了 對方的話12號戰隊 其實他也是打得很冷靜的 並沒有上頭 上頭的話就會搶位置了 當然並沒有去搶 還是選擇把一個 節奏給往後壓一壓 還沒到第五次暗語收縮 就還沒有到真正的一個決賽的賽點 YZG這邊也是過來看看 有沒有地方可以待 嗯 先逛街啊 但是前方遇到了我們的一個四號 他們是有集團海的 是的 而且目前其實看到還有25名選手 其實如果YZG去打架的話 應該也不太怕 對的 都是有奧義的狀態 如果你早放奧義也可以早點充能嘛 嗯 對 最後的話 PQW已經是遠處看到了YZG啊 但這時候就不敢打了 因為畢竟前後對有人 而且非常低著你的 但是GPL動手了 打WN這的話也是有一名選手 胡桃是被他彈血 哦 我老袋這邊也是吃掉了一點暗語傷害啊 進來的時候已經半血了 打暴剛才是趁亂K了個頭啊 一目變臭 沒有被對面的差距給強調 這的話是打暴 帥先開始 三個人 紅劍氣 這個人頭收的太舒服了 有這麼好的局面嗎 哇 這個GPL分數爽拿 目前的話也是來到了七個幾百分 哇這一波收的實在太舒服了 打暴那個七連無名過去的時候 其實三個人也沒有想到 打暴會跟著他們一起來到這個拐角 對的 跑得很快 但是的話 畢竟敢打完架 我看到打破的話順便被打暴血 幸好進入打藥去了 敗死的話 十二號戰隊 過來順便體壓混准 他們好像是裝備比較差剛才 嗯 而且目前看來十二號戰隊只拿到了三個淘汰分數 不算高啊 不算高 好局面的話是拿完分數之後 開始正面的去進入屋子 然後對方有個呼吸沒有人 這的話是三海小焦 哦小焦直接殘血了 這個時候對面開啟了一個吃力無名 看看能不能歸避掉傷害 反正老袋跑了 打暴被暈眩 歪姆過來拆火 沒什麼問題 只要打暴不死 這波GPL依舊是非常穩健的 是的 而且可以躲在房子裡稍微打一波狀態 然後兩一劍 放一下 我覺得有回家狀態 可以去學啊 剛才四號戰隊的掛弊 掛弊啊 掛弊的話至少不會被火套有轟到 剛四號戰隊的掛弊下來的時候 直接 小焦直接沒血了 直接一咪敖啦 被我們基于後望的一個吉函海啊 確實沒有表現出來 比較可惜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區域的話 抓在了三號礦洞的K中的位置 那也是刷你了原本的一個 初到主了 她們要查走了 好 这边也是利用一个B1啊 是拉走了 很早之前也是趁我们没有注意啊 偷偷放了一个 但是哎呦喂 5M被秒了 差一击知道了 对方GPL一个传统位置 这边老大已经被刀了 转接 对方拉走了 但是 哎 风好像没有走开 我晕到了晚风 这个时候 哦 又震了把刀 老大 后手的话 少将队过来入场 打个趋架 但是的话GPL不行的话 这边是比较长边 脑袋的话是死血 利用自己的生法 赶紧去规避开来 YM跟打暴是拉不了了 这个刚好传过来啊 被那个真人发现了 这也是比较可惜啊 但是14这边单运了对方那个选手 队的话并没有跟啊 之后的话是在跟另外一边那个队友 居住对方12号的另外两个位置 知道 这边出不去 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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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安玉烫了半血 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们当中的19剧的话 应该是刚才被周周打成残血 背不开大招的 这边的话是选择去硬抢开对方FIDG的高点 但FIDG的话 装备目前是起来了 肯定是凭见一个月上去下的 不会放 用风楼头 压制一下对方的桃桃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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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退 对方将我们开出来 有赤连无名 来自于Leap 哦 直接传走 诶 传走 刚好有一个倒霉的 PQW 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赤连无名 哦 幸好大开出来了 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刚刚骑是Leap开的赤连无名 结果没想到 无诚以为是对面开的 无诚以为是对面开的 是不是 我们可以这么合理的去想象 但有可能是有无诚预判好了 那边躲了一个局部 我们去打那个队里 有可能 对吧 不是15 可能预判错误啊 慌得要死 我对面开赤连无名啦 赤连满头 然后兄弟来了 这是我的失恋无名 对对对 对对 对的 PQW 这个时候还躲在时都后面 稍微想规避一下伤害 因为这边打十太激烈 结果没想到过来直接破甲了 哎呀怎么说出口 我没有大招 求求了大哥放我一命 这的话也是平时的生法 还有个蓄影步啊 直接跑掉了 前过温过了 这的话遇到了 XCG的门口 是的 最近蓝窝了 看来有时候逃命 有时候喊出来 喊出来有效果 不行的话 12战队是保持一个满币啊 装备还行 非常不错的装备 那就看到XCG这边 也是拿到了六个淘汰分数 嗯 Spice的 他好凶呀 真的是 爬树的那个 就是随便玩 对爬树的那个僵直 直接被弓箭 还有喷火桶打的 根本就下不来 主要是面前的杀技也没也没试做 你敢在我面前爬 那我全射你 三个人只有一点射到的话 都是能够跟上去的 哎呀怎么说 哦 这个的话队友赶紧拉一拉 啊我有个大招 还想拉 我们天下大师是有奥义的状态 目前上来 要立 直接立 因为下面全都是别的选手 在打架这个时候可以从上面直接高打滴 好 周周 好 为了不当导楼弹啊 爬树先开大招 口令嗓子 这边的话是有人开了魔物城的大招 但是一个龙白鎂 伤害给够 十九倍秒 艾尔怎么收入口也是没办法的站住了 兄弟们再见 好 被还没死吗 伤害又稳了一口啊 虎操监陷阱 哦 还是收掉了这个艾尔怎么做出口的人偷 对的 那插进的话肯定场上比较出口了 还有另外的话 我们看到 PWDD OCC应该是独狼 网峰想要跑到艾轮去规避吗 跑开了 漂亮 不如虎穴 焉得虎子 这边的话是一个第一啊 把队友拉过来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保证 自己在队外当中的一个位置 不要太分散 抱团起火 目前看来其实大家基本上都在下面的勾克哦 他们他在这个位置站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上来两个人直接集火秒掉了 对的 Smice的话目前是个满边啊 利用一个目前的大招 也是让队友三个人抱团在一起了 这的话 DCC应该是要被 徐域拿下 场上最后六个人 应该是3v3吧 对 3v2v1啊 这的话我看到12号还有一个淘汰 3v2v1 这边是满边的是我们的Spice 两人边的话杀与剂 还有一个独狼的来自12战队 打掉了 哦 Spice这把也是拿到了很多淘汰分数 17个淘汰分数啊 如果 没有拿到天雪西数可能会上不去 哦 应该 应该是要恭喜 过谁 我在手里 等一下 恭喜谁 OK 恭喜插水剧 哎 虽然啊 Spice空海锤城没有拿到天雪 但是其实他们的分数还拿很高的 对吧 嗯 是的 他们这把应该是 对的 拿到了17个淘汰分数 而且第二名他们的系数也是1.6嘛 对的 只是基本不一样而已 还没分少一两个 是 对的 是 感谢观看